現在來探討一下,這個E-Buy它的那個車輪,它的寬度 這個寬度 車胎它比較窄,那相對還是比較快 那你今天想要選的E-Buy,你要用什麼樣的胎 它基本上各有它的利益比在,那也有它的注意事項 一種車它造型蠻酷的,主要是它車胎蠻寬 就是特別的寬,就是說大概是這個好幾倍那麼寬 那你就像這種,我們所謂的這種雪地車、沙灘車 這種,是傳統的腳踏車是屬於特殊車型、車款 它的特色在於說,不是在於車架,而是它的那個 車胎特別的寬 它基本上是在雪地和沙灘上騎的 因為雪地或沙灘上它那個地面比較童鬆嘛 那那個不管是沙子或是積雪 你要必須,你要讓它能夠 跑那個車子真的能夠,真的能夠前進能夠 抓地力夠強 然後它又不會打滑的話 你的車胎一定要特別的寬 特別寬之後,那相對它那個 它的車胎的那個厚度 也會比較 也會比較那個高嘛 從側面來看的話 但是這種車胎它同樣的 這個車胎的這個寬度 越窄 那你騎乘起來的話就越輕快 那加刷本身因為 車胎它比較窄 那相對它就比較輕嘛 那它 可以減輕重量 所以說在減輕重量的情況之下 再加它就比較輕快 所以這一般來講的話 公路車就是他們那種 彎把公路車他們就是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載胎 那如果說是 車胎越寬 像這個是3D車的 是2D車的 3D車的車胎 還有更寬 這大概是 1點多的 1點 就是不到2 1.75 1.95那裡 然後還有更寬 大概2點多的 大概再寬一點 那這個是 這種車胎的話 它跑起來 就沒有這個 公路車自然是輕快 它是比較 因為車胎比較寬 它比較重 然後加上說 所以它騎起來就比較費力一點 那我這樣說好了 做個實際的比喻 如果說你今天騎的是這台車 你遇到另外一個人 是騎這種車子 從你旁邊經過 那它很輕易的就可以超越你 如果它體力是跟你一樣的話 體重也跟你差不多的話 因為這台車比較輕緩 然後輪子 輪胎的寬展 會直接捲印這些 那但是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嗯 從這個 我們跑的路面 即使我們現在一般大眾 190人的人騎 都是騎 在不休閒 那我們都一般不會去騎那種 非道路的道路 都是騎都是公路 都是 都是 即使你騎的不是公路車 你騎的是公路 都是有鋪泊有路 或水泥路 基本上是平路 平地的嘛 但是這平地上 我們台灣的路況 你不能保存說 每一個路段上面都沒有坑洞啊 夏天可能造成坑洞 或是平常一些坑洞 或是一些施工不良 造成高高低低啊 那 這種車胎的話 它很會損傷容量 因為我們側面看 這種車胎 它 它 比較細 那相對的 它的那個 車胎 的高度 就比較 沒有那麼高 就比較 比較 車胎的高度 就比較薄 那這種車胎 3D車這種車胎 就是這種比較 就是寬胎啦 你包括輸入車一樣 不管就是 我們現在討論車胎的 寬窄 你車胎越寬 那它 側面 一看的話 它的那個 的那個 車胎 它就 越高嘛 越高的話 它 來講行程對輪框 車框的保護 就 越 越強 那你車胎如果 越窄的話 它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 輪框 輪框 這個 車胎越窄 它這個相對的 這個 車胎的厚度 就越薄 那它對輪框的保護力 就比較差 那 所以說一般騎 公路車的 車胎 騎公路車 他們用的這種 車胎 因為它車胎比較窄 比較薄 你路上遇到 坑洞 他們絕對不敢這樣 騎過去 它絕對是停下來 絕對是繞過去 如果繞不過去 坑洞多了 它就停下來 用人去扛車這樣走 因為這種 車胎 雖然輕快 但是它 遇到 路況不好的情況之下 尤其有坑洞或高低 或是施工不良 它很容易傷到這個輪框 那輪框 傷到是怎麼回事 就是會變形 因為碰撞 那 車胎的緩衝力不夠嘛 它沒辦法阻隔這個衝擊 它這個 就輪損傷掉 那你這個車胎就廢掉了 所以騎這種車子很輕快 那 在衣拜上 一起來講話 它會比較省 省電省功率 因為馬達 就是電機 它會比較輕鬆 它在 帶動這個車子跑的時候 它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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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費功率會比較小 那 相反的 這種 初胎 它就比較重 然後 那 就像這種 我們所謂的這種 雪地車 沙灘車 這種 是傳統的腳踏車是屬於特殊車型 車款 它的特色在於說 不是在於車架 而是它的那個 車胎 特別的寬 它基本上是在雪地和沙灘上騎的 它基本上是在雪地和沙灘上騎的 因為 雪地或沙灘上 它那個地面比較豐收 嘛 那 那個 不管是沙子或是 積雪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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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能夠 跑 那個車子真的能夠 真的能夠前進 能夠抓地力夠強 然後 它又不會打滑的話 你的車胎 一定要 特別的寬 特別寬之後 那相對 它的車 車胎的那個 厚度 也會比較 也會比較 那個高嘛 從側面來看的話 但是 這種車胎 它同樣的 還要回到 那個 我們剛剛說 你車胎騎起來就越費力 那加上 你車胎越寬的話 你車胎 整個等於車胎就越粗嘛 它越重 就這種 車子騎起來是 真的是特殊車 它是在沙灘上 或是說 雪地上騎的 你一般 不得不用的這種車胎 在這種 兩種狀況之下 路況之下 你不得不使用 這種車胎 所以它這個 這個叫雪地車沙灘 沙灘車 但是 你在一般公路上騎 我們一般 台灣的市區道路 你騎這種車子 你會覺得很累 除非你是想要鍛鍊身體 故意搞得到 讓你的腳踏很難騎 你才會騎這種車子 或裝這種車胎 那它騎起來特別的累 那特別的累的情況之下 就是它會流汗 這就是說 等於說沒有絕對的好壞 是看你的需求 有些洗小學生 就是會鍛鍊 鍛鍊體力的 要減肥 流汗 甚至一般的車型小學生 你覺得 對你來講運動量不夠 這是特別的 你要操練自己的 但是如果以一拜來講的話 裝這種車基本上是 大可不必 甚至是 有它的缺點在 那純粹是 車胎出好像以人租母 比較噱頭大 但是事實上是 不是很理智的做法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來分析 你如果是不裝一般之前 不裝那個 那個電機之前 這種全力的車 你騎起來就很 超體力用的嘛 如果是一般工上騎的話 一般的道路 你是 因為它很費力嘛 洗起來很累 很費力 那你裝上一拜之後 它就費功率 那你為了讓它能夠 跑的 能夠維持正常速度的話 你就必須要提高你的 那個電機的功率 還有提高你的那個 呃 電壓 好 用這些方法 那你提高功率 電機的功率的同時 你就得 你就會 相對你就要比較耗電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你提高 你把功率提高的 提得越高 電機功率提得越高 你的那個 電機 規格就要越大 就越高嘛 好 比如說你原本 只需要用350管 用一般的這種 輪子 你只需要350管 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你如果要用到那種 那種 雪地車的 胎的話 你 可能需要到500瓦 那你如果以為250瓦可以 跑動的話 你要用到350瓦 甚至更高 那這兩個風險 一個你可能超過500瓦 你超過了350瓦 你就違規了 違背台灣的法律了 台灣法律最高 集氣只當你到350瓦 那你如果超過350瓦 哇 只是因為為了要 那個那個那個 裝那種車台 譬如說外表酷炫的話 那你這樣子划不來 你等於是 可能會被警察打開 罰單 看他罰不罰 抓不抓你 第二個說你為了這樣子 你必須要花更多錢去 支付到那個 電機他必須要 升等的那個那個 成本上 可能價格上也會更貴 那不只如此 你這樣子的話 你更會更耗電 你的電池的那個 那個那個容量 就是你的 續航力 必須要增加 那他的單位是安培 就是A嘛 比如說你原本 一個Q電池 10A就可以了 你必須要增加到20A 甚至更多 否則很快就沒有電 那純粹只是為了要 要彌補你這個 寬胎的這個 雪地車這種寬胎 這種出胎的這種 這種這種 這種 這種 所帶來的那種負面影響 去 所帶來對那個 動力 就是功率的消耗 那這個名字嘛 所以基本上 我們比較不會 建議您 您去使用這個 就是 這種雪地車 你除非是超體力嘛 超體力 超體力你就不要裝電機了啊 那達到你的目的嘛 那你既然裝電機 就是為了他 讓他好騎 那好騎 你又 裝這種胎 然後去 多花錢 去支付 他這個電機 升等的這種 變得更 更 功率更大的這個成本 物質還要帶動電 因為他耗電 所以你要讓 那你的電 電池 也要升等 容量也要升等 那 電壓也要升等嘛 那你整個 整個從電機 到那個 電池 都要升等的話 那你這個東西 需要增加很多成本 那只是為了 是 要 滿足你 裝的是寬胎 就是 好像 比較特別這樣子 那這個 不是很理智 就一般 就一般來的看法來說啦 那還有一個缺點喔 你萬一騎到沒有電的時候呢 這是很常有可能發生的嘛 就因為你路出 熟悉這個 你騎出去的這個路 除非你之前騎過 你很熟 你知道大概會 你的電子夠不夠用 你有個判斷 萬一你今天騎的是一個陌生 不是很熟的路段 那你這樣騎到沒有電 是常常有可能發生的啊 那你騎到沒有電的時候 你 你 你可能就騎不回來的 因為實在騎這樣太累了 尤其你騎的距離又不是很近的話 你大概就騎不回來了 沒有體力了 那你在郊外 你要怎麼回來呢 也不像騎車 你可以找脫掉車 這種東西你要想辦法 把那種貨車自己 卡車自己載回來 找朋友幫忙 那或者說你今天騎到 出問題可能 弱鑾 你又不會 又沒有帶備用鑾條 你又不會接鑾 喔 的時候 嗯 或者是說騎到你可能 車子出狀況 不管是機械或電機出狀況 或是怎麼樣 有這種各種意外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你是根本騎不回來的 那這造成另外一種風險在 所以這個 車子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 輪胎其實 影響不到你騎乘的那種感覺 和 費力與風 和你是能夠承擔這個 這個 當那個就是 能夠發生剛剛 就是發生剛剛 所說的那種意外 的時候 你能承擔那種結果 這都是必須要有三思的 這個是在目前 一般來的這個市場上 我常見很多種車法 就是說 輪胎的這個 寬窄 這東西 來講的話 基本上 你要是考慮它的實用性 當然輪胎還有很多種其他 譬如說你的光胎 和這個顆粒的 它有什麼差別 那這個 不同輪胎其實代表 會直接影響到你騎乘的那種 這種 感覺 還有 對你來講 你騎乘的路段是否適合 這個以後 我們在說 我們今天 單單就 這個 輪胎的監展來 來探討 這是很 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今天 我們在說 好 我們在說 我們要有一個 那些 感谢观看